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到最高的高度 其實還蠻高的 因為我本人是180公分 這個已經到我的肩膀的高度了 這個高度非常非常好用 像是你要拍胸上的鏡頭也可以輕鬆執行 那你要拍像是大鏡像是你後面有一個飲料店的招牌 你想要把那個招牌一起入鏡 你這個就可以放很遠很遠放到對面的機好了 你就可以拍一個很大的大 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到了最高的高度 那看起來是還蠻高的吧 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到最高的高度 那還蠻高的 我個人是180公分 這已經到我的肩膀的高度了吧 這真的是還蠻高的 那目前這個自拍三腳架已經到最高的高度 那還蠻高的 因為我本人180公分 這已經到我的肩膀的高度了吧 這還蠻好用 假設你要拍一個胸上的鏡頭特寫 這也蠻好用 或者是你要拍一個像是你飲料店的招牌 你想要讓那個招牌也一起入鏡 你就可以用這個高度 然後放稍微遠一點 你就可以拍 就是比較大景 這個高度還蠻好用的 那你如果只是想要拍美美的長腿照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它降低一點點 可能差不多到肚臍的位置吧 就是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 或者是你可以甚至放更低到地底下 然後拍一個仰角很特別的視角都可以 反正這個自拍棒這麼高 你就有更多的拍攝變化可以來執行 那假設你的自拍棒只有超矮100公分 那你要到底要怎麼把它拉到這麼高呢 來拍攝這些 這樣的鏡頭你就拍不到了 對不對 對 像是這樣的鏡頭 我們就 像是這樣的鏡頭 我們就可以輕鬆執行 像是這樣的 像是這樣的 就像這樣子的鏡頭 我們就可以輕鬆執行啊 就 像是這樣的鏡頭 我們也可以輕鬆執行 那 再矮一點點 我們就看起來好像 像這樣子的鏡頭 我們都可以輕鬆執行 就還蠻方便的啊 你看 像是 像這樣的鏡頭 我們都可以輕鬆執行 我們就可以 對鏡頭分享啊 然後也不需要 攜帶一些 笨重的三腳架出門 就有這樣的高度 然後這樣的視角 就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輕鬆地對鏡頭講話 然後做一些你的分享啊 欸我們這裡有一個什麼飲料啊 去開箱 對 就像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輕鬆地對鏡頭說話 然後就分享你一切事物 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因為你如果再稍微矮一點點 你好像就在拍你的身體嘛 嘿嘿 就像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輕鬆地來 像是做分享啊 然後就開始你的表演 像這樣的高度 我們就可以直接 直接對鏡頭開始分享東西了 這個高度 那這個高度真的是還蠻 那這個高度 像這樣的高度 我們就可以直接像這樣 就直接對鏡頭開始表演了 像這樣的高度 我們就可以直接對鏡頭開始分享東西了 就我們不怕說啊 我們位置太矮啊 然後還要調到好像有點仰角的狀態 或者是你就要攜帶一些比較笨重的三腳架 然後又很麻煩 一隻手可以舉起來 還蠻輕鬆的嘛 那就是你可以隨身攜帶一個輕巧的自拍三腳架 隨身攜帶 還蠻方便的啦 Jesus